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新概念英语第一侧课堂 Welcome to the new concept english one 新概念第一侧整个课程的倒数第二节课 因为在学完我们今天这一课的lesson 72第72课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一节review lesson这样一节复习课 首先呢老规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在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lesson 71第72课中啊 我们学习到了两个知识点 那么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知识 在上一节课老师教给大家如何在一般现在时 以及一般过去时这样两种时代下面使用被动语态 passive voice passive voice表示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它表达的是被动这样一种状态 比如说了上节课一开始老师举的例子是 我被他打了 我被他打了 很明显是一个被动句 只不过是汉语的 如果这样一句话换成主动的方法 我们可以说他打了我 ok 他打了我 ok 那么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逻辑关系中 既然有被动关系 那么肯定就存在主动关系 我被他打了 I was hit I was hit 表示我被打了 那么如果要引出这样一个打具体的动作 它的发出者呢 上节课老师说了 可以用到借词by I was hit by him I was hit by him ok 注意这个借词后面呢 这个人称代词需要使用相应的兵格形式 by him 或者呀 我们说打人的这个人 我们知道名字 比如说 我被汤打了 I was hit by汤 I was hit by Tom ok 这里提到了借词by 他的使用 我们说 他的使用啊 是需要看情况的 如果没有出现具体的明确的动作发出者 那么就像上节课一样 这个by什么什么 是可以不出现的 就比如说 上节课课文中出现的第一个被动句 Sally was invited to a children's party Sally was invited to a children's party Sally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儿童聚会 那么这里这个by somebody并没有出现 当然也是正确的 好 那么上节课中我们讲到这个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两种时代下面的被动以太 说到被动以太 passive voice 这样一个结构 它是如何构成的呢 我们说啊 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 这两种时代下面呢 这个被动以太呢 是由相应的逼动词再加上过去分词而构成的 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相应的逼动词 什么叫做相应的呀 包括你需要看清楚主语的单复数形式 需要看清楚整个句子它所使用的时代 以及这个逼动词它的时代等等等等 那么总之啊 保证你的逼动词使用的是合适的正确的形式 好 那么这是上节课中出现的第一个重点 那么上节课我们还提到了一个知识点 是有关于两类形容词 那么跟这个形容词有关系 同学们想起来了吗 上节课啊 我们出现了这样六个单词 同学们在课件上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列的形容词 发现了吗 他们都是以字母组合异地来结尾的 分别是 excited excited amused amused embarrassed embarrassed 对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第二列 都是以字母组合ing来结尾的 那么分别是 exciting exciting amusing amusing embarrassing embarrassing 好 那么这样两类形容词呀 他们可以说长的是非常的相像的 只有在词尾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别 同学们 这样两类形容词 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说第一类形容词 也就是以字母组合异地来结尾的 他们呀是用来形容人的 可以用来描述人 而相反的第二列是以这个字母组合ing来结尾的 这样几个形容词呢 他们经常是用来形容事物 形容物体的 很简单 上阶课 老师说了 同学们 我们只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例子 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句话是 I was excited when I heard the exciting news I was excited when I heard the exciting news 当我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OK 这里既出现了excited 也出现了exciting 那么用法上面 excited 描述了主语 我 对吧 而形容词exciting 用来形容了news 新闻 这样一个事物 所以说啊 这样一个例子 它是非常的经典的 同学们可以记一下 好 复习完了上节课 我们学过的知识要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这节课 lesson 72 第72课中 我们要学习到的内容吧 其实啊 今天这一课里面 我们依旧会来进行被动语态的学习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这节课啊 我们将会学习到 现在完成时 和一般将来时 这样两种条件下面的被动语态 OK 又换了两种时态来学习 比如说了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 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游客们已经被告知 或者说已经被要求要保持树林的整洁 下面我们来举一个一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 来举一个例子 anyone who li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ersecuted anyone who li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ersecuted 凡是在此树林里面丢弃垃圾的人呢 将会依法受到处置 好 那么了解了我们今天的学习要点 下面呢 就来听听课文吧 了解一下今天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今天这一课lesson 72第72课 标题呢 叫做a walk through the woods a walk through the woods 临终散步 看来呀 今天这个作者 他写这篇文章啊 是关于walk 是关于散步的 而且散步的地点呢 是in the woods in the woods 在树林中散步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听一下 今天这一课的课文录音 然后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字 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形容 这里出现了一个形容词 funny funny OK 它表示滑稽的 可笑的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 课文录音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听听这个woods 这个树林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 i live in a very old tow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woods it is a famous beauty spot on sundays hundreds of people come from the city to see our town and to walk through the woods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litter bask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trees but people still throw their rubbish everywhere 好 听完了第一部分的课文录音 那我们知道 这个树林啊 它是一个旅游参观的景点 是一个这样的性质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听一下课文的第二部分 那么在听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就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牌子上面啊 到底写了些什么 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呢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牌子上面写的字 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last Wednesday I went for a walk in the woods what I saw made me very sad I counted seven old cars and three old refrigerators the litter baskets were empty and the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pieces of paper cigarette ends old tires empty bottles and rusty tins amond the rubbish I found a sign which said anyone who leaves fleet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rosecuted 好 第二部分的课文录音啊 也听完了 那么我们说 应该如何回答 这样一个问题 what was so funny about the words on the sign 到底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字啊 有什么搞笑的 答案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 同学们 竖起耳朵 听好了 the sign said anyone who lea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ersecuted but the sign was right among the rubbish 这是一幕 非常讽刺的景象 明明牌子上面写的是 凡是在此树林里面 丢起垃圾的人呢 将会依法受到处置 但是啊 这样一块牌子 它的旁边啊 全都是垃圾 说明啊 人们根本就忽视了 这样一块牌子 上面写的话 好 解决了听力部分中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今天这篇课文中啊 出现了一些new words 一些新的词汇 说起来啊 今天的这个vocabulary部分呢 词汇会会有一点点的多 同学们啊 你们需要用这个例句 来帮助自己 进行对词汇的理解和学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the first one 叫做surround surround OK 这个单词呢 它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包围环绕 它的读音方面呢 也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的重音呢 是在后面 surround surround 包围环绕 这样一个单词呢 它还蛮经常使用被动语态的 比如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例子 tall trees surround the lake tall trees surround the lake 高大的树木 围绕着这个湖 针对这样一个意思 其实呢 在英语中 更加经常的表达 更加低调的说法呢 应该是 the lake is surrounded by tall trees the lake is surrounded by tall trees 这个湖 被高大的树木 所围绕着 所环绕着 或者啊 针对这样一个动词 surround 老师 再来举个例子 我们说啊 警察叔叔 抓坏蛋的时候 经常会说 别动 我们已经包围了 你的房子 OK 那么这个别动 其实呢 用一个单词 就可以表示 大家可以记一下 叫做 freeze freeze OK 在英语中 它本来的意思是 冰冻 冷冻 那么freeze 就指的是 你不许动了 你再动 我就要开枪了 OK 那么后半句话 我们已经包围了 你的房子 we have already surrounded your house 或者呢 用被动的语态 your house has already been surrounded 好 刚好这样一个例子 它还是一个 现在完成时的 被动语态 那么有关这样一个语法点呢 后面的language points 语法部分 老师会来细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 wood wood 这里翻译注意了 它是一个短圆音 所以呢 单词不要拖长 wood 它是一个名词 表示木头 那么这样一个单词 wood 当它作为名词使用的时候呢 经常被认作是 uncontable noun 不可数名词 那么如果我们想说 一块木头 可以用 a piece of wood a piece of wood 来表达 那么说到这个单词啊 它在今天这一课的课文中啊 将会表示 树林 那么不论是 wood 还是它的复数形式 woods 都可以用来表示 树林 这一点同学们 可以记一下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we walked into the woods we walked into the woods 我们走进了树林里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一个单词 叫做visitor visitor ok 它的中音在前面 那么它是一个名词 表示游客或者访客 这个单词啊 其实它是由动词visit visit 变化而来的 我们说动词visit 它是拜访 参观 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 am going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this sunday I am going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this sunday 我这周日啊 准备去拜访 我的祖父母 准备去看望他们 好 那么下面针对名词visitor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he is a frequent visitor to our house he is a frequent visitor to our house 这里有一个形容词 frequent 表示经常的 frequent visitor 相当于汉语中的常客 他是我们家的常客 he is a frequent visitor to our house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 叫做tidy tidy 这里有一个双原音 I tidy 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样一个单词 tidy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整洁的 整齐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he keeps his office neat and tidy he keeps his office neat and tidy 他把自己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净整洁 那么这里出现了两个形容词 实际上 第一个是 neat neat 而第二个是 tidy tidy 那么他两个算是一组近义词了 那么在英语中啊 经常作为一种口语表达出现 叫做neat and tidy 相当于汉语中的干净整洁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下一个单词 叫做litter litter ok 这个单词啊 在英语中 它既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呢 它表示的是乱扔垃圾 乱丢垃圾 比如说 he was fined for littering he was fined for littering 他因为乱丢垃圾而被罚款了 同样类似的说法 如果我们把litter 它的名词词性搬出来 也是可以造句的 比如说 there will be fines for people who drop litter there will be fines for people who drop litter 乱丢垃圾的人将会被罚款 那么我们说litter 这个单词 它名词词性表示的是 垃圾或者杂乱 说到垃圾 在英语中啊 还有其他的单词 也可以表示这样一个含义 比如说了 rubbish rubbish garbage garbage trash trash 这些禁忆词啊 都是非常生活化的 非常常见的 同学们应该把它们梳理来记忆 垃圾 我们说完了 问一下大家 垃圾桶应该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呢 我们可以按照课本中的说法 把垃圾桶叫做litter basket litter basket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表达 比如说了 dust bean dust bean litter bean litter bean trash can trash can garbage can garbage can 都可以表示垃圾桶 那么这里出现的bean和can 都是作为一种容器来理解 那么我们说相类似的表达 同学们需要梳理一下 OK 积累一下 扔垃圾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throw about the rubbish throw about the rubbish 或者呢 throw about the garbage throw about the garbage 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动词短语 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throw about throw about 表示乱丢乱扔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动词短语 比如说了 妈妈告诉你 你的衣服呀 不要在房间里面乱扔 这一件 那一件的非常的乱 don't throw about your clothes don't throw about your clothes OK 你的衣服不要乱扔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下一个单词 place place 同学们看到这样一个单词 可能第一反应是 它代表的是地方或者位置 是一个名词 对吧 比如说 some place 表示某处某一个地方 但是啊 实际上 在今天这课里面 in today's lesson it means put 它表示 放置 跟这个put 有一点类似 它表示 有意的 刻意的 把一个东西 放在某处 place something in some place 比如说了 place this book on the desk place this book on the desk 把这本书 放在桌子上面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 下一个单词 叫做cover cover 看到这样一个单词 cover 老师想起来 在以前的几课啊 老师说过 不要以貌取人 当时是怎样的一句话呢 应该是 don't judge a book buy its cover don't judge a book buy its cover 不要看着一本书的封面 来决定 它的内容是不是好 那么我们说 看人也是一样的 不能以貌取人 这样一句俚语里面啊 就出现了cover 那么在这句俚语里面 cover 这个单词呢 它就是一个名词 表示书的封面 在今天这一课中啊 它表示的是动词 意思是覆盖 或者包含 或者设计 那么常见的动词端语呢 是cover something we something cover something we something 用一个事物来盖上 来覆盖另外一个事物 那么比如说了 我们来看这样两个 非常经典的例子 第一句话 she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 she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 她双手掩面 OK 看到这样一个汉语翻译 只有五个字 不惊讶 我想感叹一下 这个汉语 它的美妙之处 非常的简练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句 snow covered the ground snow covered the ground 大雪覆盖了大地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雪覆盖在了大地的上面 it's quite beautiful isn't it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后面一个单词 叫做 among among 这个单词 注意一下 它的发音 重音啊 是在后面的 among 在这里啊 它是一个借词 proposition 那么它的含义呢 是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什么什么之一 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 有一种在范围内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 a house among the trees a house among the trees 在树林中的一座房子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包围 对吧 房子被树林所包围 而如果我们说这个包围 它是抽象的概念 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a british woman was among the survivors a british woman was among the survivors 幸存者之中啊 有一位是英国妇女 就是说啊 在幸存者 这样一个具体的范围之内呢 有一位是英国妇女 这个啊 就属于抽象概念中的 这个包围了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这样一个圈子之内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 下一个单词 叫做prosecute prosecute OK 它是一个动词 表示起诉 告发 检举 或者在本课中啊 它指的是依法处置 是一个跟法律相关的词汇 OK 有一点点的难 那么同学们 如果实在不会 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说啊 这个动词 它应该如何使用呢 教给大家一个动词短语 叫做prosecute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prosecute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那么因为某人 做了某件事情 而检举它 而起诉它 这里的借词 fow 它的作用呢 就是引导一个具体的原因 说到控告 控诉 起诉 检举 prosecute 这样一个动词呢 它的被动语态 也可以说 使用的是非常的频繁的 比如说 取一个非常正规 非常正式的例子 the company was prosecuted for breaching the house and safety act the company was prosecuted for breaching the house and safety act 这家公司啊 因为违反了 卫生安全条例 于是被控告了 the company was prosecuted for breaching the house and safety act 这里的这个act 指的是一种法律规定 指的是条例 而前面的动词 britch 指的是触犯 违反 好 那么有关词汇的学习呢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请同学们朗读一下 学过的单词吧 看一下今天的课文部分 都有哪些指示要点 今天这一课的重点啊 刚才老师说了 依旧是被动语态 passive voice 而且是现在完成时 和一般将来时 这样两种情况下的被动语态 所以啊 各位同学 我们在学习课文的时候呢 就要仔细的留神 格外注意一下哪些句子 属于这样两种情况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I live in a very old tow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woods I live in a very old tow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woods OK 这句话是第一句话 有一点长 跟着老师再读一遍 注意一下断句 注意一下一群的划分 I live in a very old tow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woods 同学们注意到了吗 老师读的时候呀 这个关系带词 which前面是挺多了一下的 好 那么有关我们今天这一课的第一句话 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动词端语 live in live in 表示住在某处 OK 后面经常跟some place live in some place 住在某地 待在某地 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啊 我来举一个对话的例子 A问 where do you live 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在哪里 那么B回答说 I live in Shanghai I live in Shanghai OK 我住在上海 住在上海 这样一个城市里面 既然看到了这个单词 live 我就不得不说一下了 它的读音啊 是跟它的词性有关系的 当它做动词表示住 居住的时候 它读作live 但是当它作为形容词 表示活的 活生生的 比如说活的动物 或者也可以指电视现场直播 那么当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呢 它就读作live live OK 两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同学们需要留意一下 有关第一句话 第二个知识点 我要提到这句话中啊 它出现了一个clause 出现了一个从句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从句呢 我们住在一个古老的镇子上面 它周围被美丽的树林 所包围着 所环绕着 这里有一个定语从句 attributive clause I live in a very old tow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woods OK 这里出现了一个定语从句 各位同学注意分析一下 前面的a very old town 它是一个现行词 对吧 那么后面紧跟着的which 它是一个关系代词 请同学们准备好 做下笔记哦 我们来接着看课文 It is a famous beauty spot It is a famous beauty spot 这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圣地 本来啊 这个单词spot 它指的是点 那么在这里 beauty spot 这个spot 它指的是地点 说到风景圣地 在英语中啊 不仅可以用beauty spot 来表达 我们也可以用 tourist site 或者tourist resort 都可以用来表示 旅游圣地 旅游景点 同学们啊 可以注意积累一下 出门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用起来了 tourist site tourist resort 好 接着看课文 on Sundays hundreds of people come from the city to see our town and to walk through the woods on Sundays hundreds of people hundreds of people come from the city to see our town and to walk through the woods 在周日的时候 或者说 每逢周日 英语中有这样的表达 on Sundays 注意后面是复数 表示的是 每逢周日 每到周日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人 会有成百上千的人 hundreds of people 去干嘛呢 从城里来参观我们的小镇子 并且呢 在树林中散步 on Sundays hundreds of people come from the city to see our town and to walk through the woods 这里注意两点 第一个是 on Sundays 表示每逢周日 而第二点 表示这个人非常的多 hundreds of people 表示成百上千的人 好 我们来接着看课文 首先预告一下 后面出现的两个句子呀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打起精神来 第一句话是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这句话画出来 画一下线 旅客们已经被告知 已经被要求 需要保持树林的整洁 非常明显的一个被动语态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被要求做什么呢 后面紧接着跟了一个动词不定式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那么这个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中间又出现了一个 冰语补足语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冰补 有没有同学知道 在这样一句话中 哪一个部分是充当的 冰补呢 应该是 clean and tidy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啊 动词是 keep keep 保持 那么这样一个动词 keep 它的冰语是 the woods 对吧 让这个树林保持什么什么 那么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个时候需要用到冰补 来进一步描述 进一步说明这个冰语 the woods 它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需要把树林保持一个整洁的状态 好 说完了第一句话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第二句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 little bask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trees but people still throw their rubbish everywhere 我再来读一遍 little bask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trees but people still throw their rubbish everywhere 垃圾箱 已经被放在了树下 但是人们啊 仍旧到处扔垃圾 那么这句话的重点 在前半句 我们来看一下 little bask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trees 垃圾箱 已经被放在了树下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被动语态 那么这里 place 它是一个动词 对吧 刚才已经说过了 表示放置 有目的的放置 我们说放置 这样一个动作 肯定是需要人来完成的 对吧 只是这里啊 没有把这个动作的发出者 这个人 把它用借词by 引出来而已 我们说啊 生活中 即使垃圾桶 已经非常多了 但是还是会有人 非常的没有素质 把这个垃圾啊 到处乱丢 非常的不文明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 everywhere 最后一个单词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到处 OK through the rubbish everywhere 把它们的垃圾 到处乱扔 强调这样一个情况 有多么的糟糕 OK 那么刚才出现的 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 被动语态的句子 我们再来梳理 比较一下 第一句话是 visitors have been asked to keep the woods clean and tidy 那么第二句话 我们只选前半部分 litter bask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trees OK 都是现在完成时 情况下的被动语态 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结构 我们说应该是 have 它的适当形式 加上be in 再加上过去分词 那么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 现在完成时 情况下的被动语态了 那么刚才老师也说了 应该是have 它的适当形式 适当形式 我们依旧需要考虑一下 主语的单复数 比如说了 当主语是单数的话呢 这个have 它需要变成has 那么讲完了这个结构 是如何构成的 下面呢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还没有人把这辆车修好吗 Hasn't anyone repaired this car yet hasn't anyone repaired this car yet 是这样一种反问的语气 强调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 变成被动的表达 把这个anyone省略掉 hasn't the car been repaired yet hasn't the car been repaired yet 这里主语换成了the car 这辆车还没有被修好吗 变成了一种被动的说法 那么这样两种提问的方式 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可以说 it has already been repaired it has already been repaired 这辆车啊 已经被修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场景 它是关于老师批改作业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疑问句 hasn't anyone corrected these exercise books yet hasn't anyone corrected these exercise books yet 还有没有人改这些练习册吗 ok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上被动语态来表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这些练习册 作为一个句子的主语了 那么来看一下有怎样的变化 变成了haven't these exercise books been corrected haven't these exercise books been corrected 注意了 这里用的是haven't instead of hasn't 那么应该如何回答呢 they have already been corrected they have already been corrected 他们已经被批改完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子 同学们需要仔细观察 那么在老师讲完四个例子以后呢 同学们你们需要自己来做练习 第三个例子 讲的是这个警察叔叔抓贼的故事 一问句是hasn't anyone caught the thief yet hasn't anyone caught the thief yet 还没有人抓住这个毛贼吗 或者我们也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来问 hasn't the thief been caught yet hasn't the thief been caught yet 这个贼还没有被抓住吗 省略这个抓这个动作 他的发出者 那么回答是 the thief hasn't been caught yet the thief hasn't been caught yet 这个小偷 这个贼还没有被抓住呢 好 下一个例子 我们说假如这个贼啊 他不止只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犯罪团伙 there is a gun of thieves 那我们应该如何表达呢 提问的时候啊 依旧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主动的方式 我们可以说 hasn't anyone caught the thief yet hasn't anyone caught the thief yet 那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使用被动的一个语气了 我们说 haven the thieves been caught yet haven the thieves been caught yet 那些贼难道还没有被抓到呢 好 那么针对这样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 其实啊 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回答 叫做 the haven't been caught yet the haven't been caught yet 他们呀 还没有被抓住 那么在第四个场景中 我们说 如果使用被动语态的话 这个贼 他变成了复数形式 所以这里的主动词 应该使用have 对吧 不能再用has了 留意一下 好 那么以上的内容呢 就是有关于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表达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我们来接着看课文 last Wednesday I went for a walk in the woods last Wednesday I went for a walk in the woods 上个星期三 或者说上周三 我去树林里面呀 去散步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同学们我们来学一下 叫做 go for a walk go for a walk 出去散步 那么类似的我们可以说 go for a ride go for a ride 这个ride表示骑 骑车 ride go for a ride 那么这样一个短语表示 乘车兜风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可以说 I want to go for a walk 我想出去散步 或者呢 I want to go for a ride 我想出去乘车兜兜风 好 接着看后面的课文 what I saw made me very sad what I saw made me very sad 我所看到的一切 让我觉得非常难过 那么这句话非常的短 但是实际上 它包含了一个 主语从句 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ok 有一点点复杂了 我们说前面这个what 它引导的就是一个主语从句 叫做what I saw 那么这三个词呢 实际上是一个整句话的主语 什么什么什么 让我难过 应该是我所看到的一切 让我觉得过 what I saw 其实如果不好理解 主语从句的话呢 就把what I saw 这样三个单词呢 看成一个整体 当做一个名词形式的整体 来看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作者都看到了什么 让他觉得非常的难过呢 I counted seven old cars and three old refrigerators I counted seven old cars and three old refrigerators 我数了一下 树林中啊 有七辆旧的小汽车 还有三个旧冰箱 我们说啊 这些东西 即使不要了 有该去的地方 不能够乱停乱放 更不能乱扔了 对吧 好 来看下面这句话 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会有一点点长 同学们注意断句 通过作者的张一句话的名字 描述呢 我们知道 这个树林里面啊 看来是真的有非常多的东西 垃圾桶是空的 但是啊 满地都是纸片 Pieces of paper 烟头 Cigarette ends 还有旧轮胎 还有旧轮胎 Old tires 这个tire表示轮胎 空瓶子 empty bottles 还有生锈的空罐头盒子 Rusty tins Rusty tins 这个形容词 Rusty表示生锈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课中的最后一句话 Among the rubbish I found a sign which said Anyone who lea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ersecuted Among the rubbish I found a sign which said Anyone who lea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ersecuted 在垃圾堆中 我发现了一块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 凡是在此树林中啊 丢弃垃圾的人将会被依法处置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 我们说这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内容 在英语中啊 我们不用write写 而用say这样一个动词 say S-A-Y 它呢是更加贴切 更加形象的 比如说老师来举一个例子 图书馆里面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吸烟 那么这句话我们尝试着用英语来翻译一下 There is a sign saying no smoking in the library There is a sign saying no smoking in the library 图书馆里面这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吸烟 No smoking 非常地道的表达 好 有关这样一个动词say 它是英语中的用法习惯 那么下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写的内容写的话 Anyone who li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will be prosecuted 凡事在此树林里面丢弃垃圾者将被依法处置 那么首先前面是一个定语从句 对吧 Anyone who li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OK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首先呢 这个anyone第一个单词 它做先行词 那么后面紧跟着的部分 who lives litter in these woods 它是做定语从句 修饰先行词anyone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牌子上这句话的位语 will be prosecuted will be prosecuted 这是一个一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 将要被处置 将会被处罚 OK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梳理一下 一般将来时时态下的被动语态应该如何表达 应该是shell或者will加上be 再加上过去分词 注意了这里是圆形 be 而不是be in 千万不要搞混了 那么在这里啊 我来举两个例子 也是非常常见 非常生活化的例子 第一句话 第一个例子 This letter will be received by Mary This letter will be received by Mary 这封信呀 将会被Mary收到 是一个发生在将来的事情 但是使用的是被动语态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the church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the church 他们的婚礼将会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 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 wedding 他们的婚礼 我们知道婚礼肯定不会自己举行的 需要是人来举行 所以这里需要使用被动语态 再加上这个婚礼还没有举行 是一个发生在将来的事情 所以呢 使用到了一般将来是实态下的被动语态 好 那么今天的课文呢 就学到这里 我们也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复习 简单的review一下 然后呢 同学们我们来做练习 这节课我们所讲的重点 依旧是被动语态 那么在上节课 lesson 71 第71课中啊 我们讲了在一般现在时 和一般过去时 两种时代下的被动语态 而在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到了 在现在完成时 和一般将来时 两种时代下面的被动语态 在这里啊 老师画了一个表格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复习到了这样四种情况 好 那么这样一个表格 同学们看完了以后呢 就会对我们心意中啊 讲到的最基础的被动语态 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了 好 那么下面同学们就来练习一下吧 请同学们复习回顾下本课的重点吧 OK 练习也做完了 那么说起来啊 这节课是我们课本中的最后一节课了 the last lesson 那么这节课的cultural tidbit 文化小趣闻 我们讲什么内容呢 那么最后一节课啊 我们会学习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是关于dust bean 是关于垃圾桶的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对垃圾的一些处理方法 我觉得呀 从这个上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文化差异的 那老师啊 是在初中左右的时候 听说过垃圾原来是可以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 那比如说什么叫做可回收呢 就说啊 可以让这个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捡了以后 再次重新利用的 比如说报纸啊 或者是一些玻璃瓶啊 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做不可回收的呢 我们说像果皮啊 烟头啊 这种扔了就扔了 再也不能再次利用的 那么这种垃圾啊 就叫做不可回收垃圾 说到垃圾处理 这样一个话题啊 尤其是西方国家 可能领先我们中国很大一步 当然了 在亚洲我们说 日本他们的垃圾处理 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 那像我之前啊 看过一部美剧 叫做Two Broke Girls 打工姐妹花 剧中的两位女主角 不小心把这个报税单 扔在垃圾袋里面了 然后呢 扔到了外面的那个非常非常大的垃圾箱里面 基本上好像卡车的载货箱那么大 但是啊 我每剧看到后面 发现两个女主角 她们穿着干干净净 还挺漂亮的衣服 居然两个人跳到这个垃圾箱里面 然后去找自己扔的这个垃圾了 我觉得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shock的感觉 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我眼里 我相信同学们眼里也是这样啊 在我眼里 这个垃圾堆绝对是世界上最脏 最乱 最不想去的地方 但是啊 在国外 垃圾堆在人们的印象中啊 并不是那么脏 据说啊 还有一些人会在垃圾桶里面 翻看其他人丢弃的报纸 那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奇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垃圾堆里面再把东西捡出来用 这个可能是不够卫生的 那么如果有一些同学出去留学 也会发现在一些国家里面啊 他们的生活垃圾 在这个倒出去之前 是会先进行一些处理的 比如说我们喜欢喝酸奶 那么酸奶的这个盒子 最好是在扔之前 拿水把它冲洗干净 然后再扔掉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扔 会容易让这个食物发酵 会有非常不好闻的味道 还有一些国家就更好玩了 他们会把垃圾桶啊 当作是一种公共的传媒媒介 比如说在上面涂上文字 涂上颜料 可以做做广告 当然了 前提肯定是垃圾桶需要干净 不然的话呢 人们都会进而远之了 广告就效果达不到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呀 我觉得其实环保这件事情上面啊 完全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所以呀 如果听课的同学中啊 有小朋友 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从认清分辨 什么是可回收垃圾 什么是不可回收垃圾 以及啊 在倒垃圾之前 先做一步处理 从这样两个简单的步骤 开始做起 我相信对我们的环境保护啊 也是会出一份你的力量的 OK 那么这节课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最后一节课 再见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